昨天晚上室外零下33度 我的房车呀 停在楼下停了一晚上 不知道能不能打着火的 里面能冻成什么样子 一会去看一看 现在我要退房了 收好门卡 走了 去看看我哥和我嫂子完事没 完事了吗 完事了 小煤球 一大早上就糊完事 来 给 现在都已经 收拾完了 走喽 下楼 车里一晚上没住人呢 一进到这个房车里特别冷 说话都有哈气 仙气飘飘啊 我这个电热毯是水暖的 现在都已经给冻硬了 这管子里面 水都已经冻老街似的 先打火预热一下 一把招 这就是我的家乡吉林省 位于东三省的中部 这是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城市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到冬天的时候 太冷了 冻得你啊 不想出门 而且呢 车还打不着火 但是呢 我还很爱我的家乡 因为呀 它还有它的特色 这里呢 四季分明 春夏秋冬 现在呢 正是欣赏雪的季节 我们出发吧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长白山的深处 后面呢 是一片的雾松林 太美了 跟仙境一样 长白山景区 位于吉林省 沿边朝鲜族 自治州 安徒县 二道白河镇 石北区 东南部 东南与朝鲜 毗邻 我哥和我嫂子 在那个山上呢 他们俩叫我了 我得赶紧过去了 在长白山 自然保固区内 曾经栖息着 四种猫科动物 东北虎 远东豹 豹猫 舍离 如今 东北虎和远东豹 只剩下传说 豹猫也几乎 绝迹江湖 唯有舍离 生生不息 喂 我上来了 我下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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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千万 只是坐着陈尘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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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虎 曾遍布中国东北地区 曾达到 众山皆有虎的盛况 身上的痛苦 由于人类的开发和影响 其种群 急剧衰减 其全国数量下降至500之以下 但现在他们又重回故里 目前魂春 汪清 黄泥河林区 均发现了野生东北虎 频繁活动的证据和消息